我也利用这个机会来跟大家报告 首先谈到就是美中麻油摩擦以后 我们经济部就启动了投资台湾三大计划 那这三大计划呢 到上个礼拜已经累计一兆零七十三亿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义 因为美中麻油摩擦川普总统对于在中国大陆生产的产品到美国去 来课征不公平贸易的惩罚性关税 那这时候我们经济部就很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启动了投资台湾三个计划 来提供我们这些台商要回来或者是根流台湾 或者是中小企业在台湾投资 我们提供这些所谓的低利融资 来让我们厂商能够来响应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带动了现在目前已经将近有五百家 然后呢刚刚提到一兆零七十三亿 那带动大概有八万三千个就业的企业 启动了台三回台的提前布施 所以相对我们整个对于产业的冲击 相对是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我们提早把高阶的移回台湾 中低阶的部分 往东南亚的这个新南向国家 来转移生产基地 所以产业的冲击相对 对其他国家比起来是受到的影响相对是低的